第3527章 羞辱 柳无邪望向封神阁阵营 发现华无极也在其中 而且华无极的眼神 一直死死地盯着自己 挑战还在继续 其他各大宗门 均已派出弟子出战 唯独天神殿这边 迟迟没有动静 so 从柳无邪右侧区域 略出去一名男子 天神殿许春 请各位师兄指教 除了柳无邪之外 许春的修为 在二十人之中 算是最低的 由他打头阵 最适合不过 自始至终 没人在意柳无邪 认为他就是来打酱油的 五大宗门一百名弟子 实力最低也有真神五中镜 只有柳无邪 刚突破到真神竟没多久 我来 从封神阁区域 略出来一名弟子 正是之前击败着山的李霄 没想到再次站出来 请 许春还是做出请的姿势 别磨磨叽叽 老子今天来就是做的你们满地找牙 李霄并不吃这一套 上来就是狂风奏语般的攻击 不论是修为 还是御神术 李霄碾压许春一头 砰 仅仅三招 许春就被李霄一拳集中 身体狠狠地砸在擂台一角 想要挣扎着站起来 发现身体里面的骨头 不知道断裂多少根 好狠的手段 观战的各大宗门弟子 一脸震撼之色 没想到李霄下手如此狠毒 仗着许春肉身够强大 不然刚才那一拳 已经送他归西 咳咳 许春喷出几口鲜血 脸色萎靡 伤势看来很严重 垃圾的东西 也赶上来挑战 李霄看了一眼飞出擂台的许春 狠狠催了一口 当众羞辱天神殿的弟子式垃圾 这一次 李霄没有离开擂台 而是一脸挑衅地看向天神殿所在区域 显然还没过瘾 还有谁上来挑战 面对那刺耳的挑衅声 天神殿所有人无比愤怒 我来 对方已经骑到头上拉屎了 如果不做出应对 天神殿恐怕真的要退出五神大笔了 这次略出的男子叫曲俊 实力比许春墙上不少 雷台上的气氛 顿时紧张起来 其他三家宗门 纷纷当起了看客 等他们挑战结束后 再发起挑战也不迟 李三番五次羞辱我们天神殿 今日就是你的死棋 曲俊身上爆发出一股极强的气静 气势节节攀升 竟然达到真神八重 曲俊瞒得我们好苦 没想到他隐藏了这么多的境界 天神殿其他弟子暗暗说道 李说的没错 今日我就羞辱你们了 李霄发出一声冷笑 身体长驱直入 直驱曲俊的首级 招招致命 这是打算将曲俊留在雷台上 坐在天神风上的天无星还有秦景长老等人脸色阴沉的可怕 天神殿已经派遣出好几名弟子了 无一例外全部失败 这只是真神级别战斗 等到了天神竞出场 估计也好不到哪里去 轰轰轰 两人对战促时招 曲俊不愧是天之骄子 比挡住了李霄一波又一波的进攻 小子 如果你就这点本事 那你可以交代在这里了 李霄手中长剑突然变招 一记很辣的招式 扫向曲俊的双腿 跟击败卓山的时候差不多 李霄的攻击十分刁钻阴毒 曲师兄 小星 天神殿其他弟子连忙出言提醒 刚才卓山 就败在这一招上 曲俊没有后退 反而长驱止入 手中长剑锋堵住了李霄的进攻 用一记诡异的招式 竟然化解了李霄这阴毒的一招 好惊妙的招数 其他宗门弟子纷纷称赞 没想到曲俊的实力 要比表面上看起来还要强大 被曲俊化解 让李霄勃然大怒 这是你自找的 李霄周身涌出一股强暴的气息 竟然直逼天神镜 这让在场所有人 脸色大变 快退 天神殿弟子大声喝道 让曲俊赶紧退 谁也没想到 李霄也隐藏了自己的修为 现在想退是不是太晚了 就在曲俊后退的那一刻 一股强横的剑气 卷起了曲俊的身体 吃吃吃 剑气纵横 曲俊的身体上 多了几十道剑伤 跟许春一样 曲俊浑身是血砸在了擂台外面 生死不知 两战结束 天神殿所有弟子 陷入死一般寂静 五星堂五位堂主双全紧捏 脸上浮现凌厉的杀气 还有谁 李霄依旧没有下台 继续发出挑战 这是打算一人 掀翻整个天神殿 如果真是那样 那天神殿真是丢人丢到老老家了 李师兄好样的 干翻他们 从此以后 五神大比就变成四神大比了 封神阁那边弟子 发出阵阵贺彩声 其他宗门本想派出弟子接受李霄的挑战 从情况上来看 他们这时候派出弟子 似乎不合时宜 气煞我也 我来 一道魁梧的人影 从天神殿区域掠出去 是吉刚师兄 这个李霄要倒霉了 吉刚在二十名弟子中 实力排在中游 顶级真神境 除非是面对天神境 不然吉刚不惧任何人 李霄 你三番五次伤我天神殿弟子 今日你休想活着离开这里 吉刚落在李霄的对面 寄出自己的兵器 只向一脸嚣张的李霄 希望你不要跟他们一样 只会放嘴炮的垃圾 李霄三番五次嘲笑天神殿是垃圾 让天神殿高层快要坐不住了 长老有令 谁能击败一名封神的弟子 奖励一千万神经 一枚笔掏单 金山收到天无星长老的信息 立即对着剩下这些弟子说道 此话一出 剩下这些弟子脸上流露出兴奋之色 尤其是柳无邪 嘴角浮现一抹笑意 毕掏单这种东西 谁会嫌弃多 他正要培养自己的势力 有了毕掏单 可以将店主 师父还有柱山枝 他们通通培养起来 到时候全部能为自己做事 吉刚跟李霄已经战斗到一起 双方斗得难解难分 一时半刻 难分胜负 随着时间的流逝 不知不觉交战数百招 如果你就这点本事 那你可以滚回去了 吉刚周身气势大涨 浑厚的欲神器 形成一尊猛虎 直接扑向李霄 哈哈哈哈 忘了告诉你 我可是天神镜 李霄说完 一股强横的天神之势 轻松震碎吉刚的猛虎 不好 吉刚盾感不妙 一个纵射 朝远处退去 给我死吧 李霄既然曝露了实力 自然不能让吉刚全身而退 轰 吉刚的身体 狠狠地摔在地上面上 生死不知 鲜血顺着吉刚的嘴角溢出 三战 天神殿完败 三名弟子伤势严重 已经被抬下去 没有十天半个月 估计无法痊愈 痛快 真是痛快啊 李霄还在不停地叫嚣 李霄 各种羞辱声 层出不穷 天神殿这边除非派天神镜出战 普通的真神镜上去 只是白白送死 既然你们无人应战 等于会再虐你们 李霄羞辱完天神殿后 返回封神阁营地 这只是第一波 接下来还有第二波 第三波 接下来是其他三家发起挑战 正常来说 天神殿也会参与 可能是受到李霄的影响 加上曲郡他们伤势太严重了 让其他弟子 萌生退役 他们刚加入宗门没多久 可不想死在这里 吉刚他们虽然活下来了 肯定伤及根基 以后修为再想提升 十分困难 道士封神阁 经常挑战精神剑宗 而且有输有赢 双方你来我往 不知不觉一天多时间过去 休息一晚 明日继续 第一天交战的都是真神镜 谈不上很精彩 明日估计天神镜会陆陆续续登场 回到营地 每个人垂头丧气 吴邪 你怎么想的 路上的时候 南宫姚姬小生朝柳吴邪问道 虽然没有规定每个人都要出战 但一直龟缩不出 肯定会丢人现眼 波及宗门名声不说 自己的道心也会产生影响 修炼当一往无前 如果遇到挫折就后退 必然萌生胆怯之心 这是修炼最忌讳的东西 明日再定 柳吴邪没有说出自己的计划 既然宗门下了命令 击败一名封神阁弟子 奖励一千万神经 一枚必掏单 如此大好的事情 他岂能错过 回到洞府 柳吴邪将白天的战斗 做了一番总结 包括其他几大宗门弟子战斗方式 都通通做了分析 精神剑宗以剑著称 他们的剑法刁钻 速度快 极难防御 流星山庄的身法诡异 宛如流星追悦 清神学院的防御能力一流 封神阁攻守兼备 整体实力远在清神剑宗 跟流星山庄之上 天神殿这边 就显得薄弱许多 柳吴邪将五大宗门的优点 与缺点做了一番总结 对接下来战斗 有很大的帮助 其他宗门亦是如此 那些弟子回到洞府后 同样在分析各大宗门的情况 不知不觉一夜时间很快过去 新的一天到来 挑战还要继续 今日第一个登场的乃 精神剑宗弟子 精神剑宗 佟春达 请各位师兄指教 声音洪亮 响彻整个五神风 昨日精神剑宗三名真神进军已上场 今日直接派天神进登台 佟春达只有天神一众 但展露出来的气势 丝毫不比那些天神二重弱 我来 从清神学院中略出来一名男子 同样是天神一众 第3528章 败败败 今日挑战明显升级了 普通的真神进 已经没有上场的资格了 昨日其他四大宗门 真神弟子全部上台历练了一遍 唯独天神殿这边 还有五六名真神进弟子 一直没有登场 主要还是天神殿真神进弟子 比其他宗门多了好几人 一番战斗后 精神剑宗彤春达巧胜对手 拿下首胜 接下来是流星山庄弟子 发起挑战 我去 天神殿一名叫陆佳雨的弟子掠出去 虽然是女流之辈 但此人修为不低 入门考核的时候 成绩仅次于孔方 剑是一名女流之别 流星山庄弟子一脸不愿意 双方很快战斗到一起 陆佳雨虽然是女子 攻击手段却是刚猛的路子 仅用了十招 就击败对手 替天神殿拿到首胜 击败其他宗门弟子无法获得比掏单 却也有不少奖励 上午的比斗十分枯燥 五大宗门有来有往 天神殿除了陆佳雨之外 又有一人身战 输给了清神学院 你们快看 天神殿似乎有一臂开封神格 每次封神格挑战 他们避而不战 轮到其他宗门挑战 则是站出来 随着挑战不断深入 大家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天神殿竟然必开封神格 难道天神殿真的怕了 不敢与封神格弟子交战 各种议论声 此起彼伏 对天神殿口碑影响越来越大 如果真的坐实不敢迎战的标签 那天神殿没有必要继续参加五神大比了 以后的声誉 并会一落千丈 换作是你 你愿意上去白白送死吗 也有一些人 站在天神殿这边 天神殿每次遇到封神格弟子 非死即伤 换作任何人 都不愿意去面对他们 说的也对 毕竟今年的封神格太强大了 他们上去也是白白遭受欺辱 不如忍下这口气 来年再做图谋 刚才那名弟子的一番话 引来很多人赞同 怕了就是怕了 哪里来的那么多理由 宗门花费这么多资源在你们身上 如今遇到一点事情 就龟缩不出 这种人有什么资格 享受那么好的资源 就应该逐出宗门 这些议论声 接二连三传到天神殿高层耳中 他们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金沈丰 玉昭君的目光 一直盯着柳大哥 想要看他如何应对封神格的挑衅 此刻天神殿弟子 面色同样十分难看 他们也想替宗门振回颜面 奈何实力不如人 宗门拿出这么多奖励 不演红那是假的 不是人家对手 纵然是金山银山 拿不到又有何用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下午十分 其他宗门二十名弟子 已经接近大半进行了挑战 目前胜算最高的是金神剑宗 其次就是封神格 金神学院排在第三 第四是流星山庄 天神殿只有一圣 排名遍底 so 封神格又是一名弟子登场 此人修为不低 达到天神六众 免得我欺负你们天神殿 派你们最强的弟子上来吧 只要击败了他 你们天神殿就可以滚出这里了 剩下的比赛 跟你们没任何关系 说话的男子叫王琼 柳无邪看过他的资料 目前在封神格二十名弟子中 实力排第五 上来就要挑战 天神殿实力最强的弟子 直接告诉全天下 封神格排名前五的弟子 就足以挑战你们天神殿 最强的弟子 这不仅是个人实力的碾压 也是宗门整体实力的碾压 此话一出 四周一片哗然 太欺人太甚了 这是赤裸裸的羞辱我们 天神殿弟子的血性 彻底被激发出来 已经有几名弟子 跃跃欲试 金山目光看了一眼龙一鸣 二十人之中 龙一鸣修为最高 对方明显是冲着龙一鸣来的 只要击败了龙一鸣 那天神殿的确可以宣布 提前结束今年的五神大笔了 不只是金山 周围其他宗门高层目光 都落在龙一鸣的脸上 如你所愿 龙一鸣知道 只要自己击败王穷 必然替天神殿挽回颜面 而且还能获得一枚笔掏单 就算是熟数 也搞不到笔掏单这等宝物 只有为宗门做出大贡献 由宗门各大堂口长老考评之后 才能肆语 一个剑步 龙一鸣落在擂台上 跟王穷四目以对 出手吧 让你三招 王穷让龙一鸣先出手 而且还要让三招 语气尽是嘲讽 如此轻视天神殿 让龙一鸣勃然大怒 手持长剑 一个蹦射 只取王穷的首级 面对龙一鸣的进攻 王穷的确没有还手 而是借助身法避开 一招接着一招 龙一鸣不愧是天神镜 又得到叔叔培养 战斗力远不是天神殿其他弟子 所能比拟 三招已过 接下来该我出手了 王穷接了龙一鸣三招后 迅速做出反击 每一次出剑 都能轻松化解龙一鸣的进攻 我怎么感觉王穷隐藏了自己的实力 王穷虽然只曝露出来天神六重镜 但战斗力 比一般天神七重还要强大 双方交战越来越激烈 已经到了白热化的阶段 这一战 龙师兄有很大的取胜希望 天神殿弟子燃起了希望 只要龙一鸣击败了对手 天神殿还能继续参加五神大比 就不用提前退出了 此刻宗门高层 同样关注这一战 龙一鸣是他们最后的希望了 每等天神殿弟子话音落下 王穷周身涌出一股极强的力道 天神七重四周传来震震惊呼声 王穷竟然压制了自己的修为 就在王穷记出自己气势的那一刻 龙一鸣不甘其后 一股澎湃的气势喷涌而出 龙师兄也突破到天神七重了 天神殿这边开始欢呼 你应该刚突破不久吧 气息还不是很稳 而我一个月前 就已经突破到天神七重镜了 王穷发出一声冷笑 气势越来越强 逐渐攀升到天神七重后期 要比龙一鸣强上不少 他说的没错 龙一鸣的确刚突破到天神七重没多久 王穷一剑形成排山倒海之势 卷起了层层巨浪 擂台四周都是结界 纵然是神尊级别战斗 也很难形成强横的冲击 这些卷起的气浪 迅速被结界镇压下去 不好 龙一鸣顿感不妙 身体往后退了一步 不该退的 这样只会输得更快 金山不禁摇了摇头 普通弟子看不明白了 对于那些神尊敬 乃至神王敬 一个细微的动作 就能看出胜负 龙一鸣还是动了胆怯之心 不然以他的实力 就算不能击败王琼 拼一个两败俱伤 拿到平局还是有希望的 果然如金山长老预料的那样 龙一鸣退出的那一刻 之前的气势 顿时全无 王琼趁此机会 加大了攻击力道 逼得龙一鸣步步后退 枪 面对王琼那无与伦比的一剑 龙一鸣只能举剑格挡 剧烈的冲击 让龙一鸣手中长剑险些脱手 已可以滚出雷台了 王琼得势不饶人 又是一记猛攻 打得龙一鸣毫无还手之力 奇怪 两人境界明明相差不大 为何王琼能压制龙一鸣进攻 其他宗门弟子有些看不懂了 龙一鸣不至于败得如此彻底啊 他的道心 还是不够坚固 精神剑宗方之游开口说道 他说的没错 龙一鸣的道心 一直是他最大的问题 连龙天钟都多次告诫他 跟龙一鸣从小生活的环境有极大的关系 一直在优渥的环境中长大 从未遭受过什么打击 宗门考核的时候 被柳无鞋处处碾压 才导致龙一鸣心态失衡 轰 王琼一剑劈砍下来 雷台传来震耳欲龙的轰鸣声 龙一鸣被一剑撞飞 狠狠地砸在雷台一角 鲜血顺着龙一鸣嘴角滑落 这一战他输得很彻底 我竟然输了 望着雷台中间的王琼 龙一鸣一时半刻 无法接受自己输掉的现实 大脑竟然一片空白 来的时候 叔叔可是告诉他 务必要拿到好成绩 才能获得玉昭君的青睐 无数道目光聚集在龙一鸣的身上 还夹杂着指指点点 龙一鸣目光情不自禁看向玉昭君 发现他的目光流露出同情之色 这让龙一鸣心神彻底崩溃 又是一口鲜血喷出 身体倒地不起 被人抬下去后 经过金山长老治疗 这才缓缓醒来 依旧听到无数嘲讽声 在四周响起 没想到天神殿心境弟子第一人 也不过如此 连封神的排名中上游的弟子都打不过 真是丢人现眼啊 各种冷嘲声 此起彼伏 让龙一鸣内心越来越扭曲 脸上的表情 也随之猙獰 我说过 你们天神殿可以退出了 现在还有何话要说 王琼击败龙一鸣后 并未离开擂台 不断地修入天神殿 武神大比只有心境弟子才能参加 宗门高层的不参与 老弟子同样不得参与 天神殿还没出战的有七八人 但他们的实力 远不如龙一鸣 上去也是白白送死 武神大比不是谁想退出就能退出的 就算无弟子出战 也要坚持到最后 封神阁这种恶心人的羞辱方式 让天神殿上下 群情激愤 王琼退出擂台后 接下来又是其他宗门挑战 时间来到了傍晚时分 今日的挑战也接近尾声 今日大比就此结束 明日继续 定得员见各大宗门不愿意派人出来挑战 宣布了今日大比结束 不出意外 明日便能结束武神大比 今日大比 明日aid 回来 启了 明日 冬赏